台九县瑞瑟五鹤段南下大弯道 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一辆由花莲市载运着800多箱米酒的大货车 于是要闪同行超车的轿车 不小心滑入路旁草地 车上800多箱米酒摔落到地面 上千瓶的米酒呢 硬生破裂 占满了整个车道 而将近七成米酒全部都报废了 附近居民文森立刻到场检保还笑说 顺便帮忙清理路面 大货车一个过弯 车上800多箱的米酒摔落地面 上千瓶的米酒硬生破裂 黄色酒箱以及酒瓶玻璃 占满整个南北车道 现场弥漫刺鼻的米酒味一片狼藉 从一点忙到现在是二点半 是哦 忙到现在还要忙好 这边以前我们常常就是除了这个酒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掉下来让你们扫的 有 有说大理石 还有呢 西瓜 西瓜也有 还有酒的呢 多不多 很小像第一次 前来协助的民众赶紧以酒箱子充当三角锥 区隔北上与南下的车道 让前来清理了公路局道路养护人员 安全地清理收拾 而将近七成的米酒掉落地面全都报废 附近居民文森立刻到场检保 笑着说顺便帮忙清理路面 你们要再去哪里 煮鸡酒 今年不要买酒了 好端端的怎么整车的米酒全都掉落在地 现场也忙着收拾米酒箱子的陈信司机表示 当时为了闪避超车的轿车而不慎滑入路旁草地所致 这一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今天中午10分 警方调查这辆满载米酒的大货车 从花莲市出发准备送往台东太马里 在行经台九县五鹤段这一处大弯道时 不慎发生米酒物品掉落的意外 说信并没有人员伤亡 据诚信驾驶人陈述 行驶大弯道时 因闪避对象车辆 不慎造成载运货品散落 故意驾驶人载运货品上路前 应确实检查货物有滚绑稳妥 运送途中应确实遵守道路交通标志 标线只指示行驶 整车超过800多箱的米酒 有将近7成左右掉落地面破碎 预估损失超过70多万元 由于这一处路段 也曾发生过货车载运的大理石 以及西瓜掉落路面阻碍交通的意外 因此警方也特别呼吁货车驾驶 载运大批物品时 请务必捆妥扎稳 避免物品掉落 危害交通安全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